玉璃警分局在社群网路上获知玉璃有一位四族的爱犬黑伦失踪了 现在正在中秋节思念爱犬的四族向警方请求协巡 原警很热心在四族的住家附近展开地毯式搜索 结果是在一部废弃车底下找到了黑伦 终于让四族和爱犬黑伦中秋团圆 中秋节之前四族在社群网路上 PO出了失踪爱犬黑伦的照片与资讯 希望大家能够帮忙留意 而这一PO也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民众日前与我爱玉璃脸书粉丝团发布寻权启示 天文内容诉说家中饲养约三个月大的猎犬黑伦失踪 毛小孩身世坎坷 出生于豪大雨失踪于暴风雨 据此本所远景秉持热忱服务 与邻居小孩在住家附近寻现找寻 当四族自行寻找却未有斩获时 只好向玉璃派出所请求协助 热心的远景也不舍四族思念爱犬而忧伤 于是即刻触动 先在四族住家附近展开地毯式搜寻 而社区小朋友也都来帮忙寻找 结果在一部废弃汽车底下 看见了黑伦的身影 经确认午午后 也立即将他送回主人的怀抱 说在那个啦 那边找到的啦 哦 那可能是被人抓过去啦 然后他跑出来啦 OKOK 好啦 有找到就好了啦 这一只吗 对对对 很快的你们 命运多揣的小狗黑伦 在一次台风暴雨中 被四族带回家饲养 而这几天的午后好大雨 又让调皮的黑伦 又莫名其妙的失踪 还好有热心 用积极的远景来协助 让四族和小狗黑伦 在中秋家节里 欢喜团聚 警方白忙中 仍主动出击协助 四族也万分感动 平平致谢 记者是玉兰 玉里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